特色的伴手禮 就小包包啊 还有后背包跟行李箱 这边是男性的服饰 手机壳 然后萤幕保护贴 这边都有卖 大家好 我是白玛 今天带大家逛逛 MBK购物商场 看看目前的现况 推荐MBK商场里的美食哦 这个商场有 唐吉哥的服饰伴手禮 理髮店 三西洋品百货 以及美食餐厅等等 靠近BTS 附近都是百货公司 从BTS这一层 人进来的话 这里是二楼 二楼是 这个中文叫什么啊 中文叫做 进来之后就有这一家店 他们的商品 就是外面会卖一些吃的 然后里面是超市的 他们这边有卖饭团 49泰铢 这里 他们还蛮多口味的饭团 然后还有这个热茶 可以让你泡面用的 19泰铢 这是泰国的牌子 还蛮好吃的 然后还有65泰铢 泡面 大家有推荐的日本泡面吗 然后里面就是超市了 猪排是58泰铢 大鸡排158泰铢 地瓜 我觉得日本地瓜真的是超好吃的啦 89泰铢 地瓜在泰国我觉得算是有点小贵的哦 比起台湾的价格 这边有这个兑换锁 这里 这还蛮方便的 这个是二楼 Sone A 在附近啊 就会看到有卖这些半熟铢 半熟铢 这个还蛮好吃的 如果夹到泡面或者是夹到粥里面 真的超赞 这边有各类的果干 240泰铢一包 这一包还蛮大包的哦 还有卖鱿鱼干啊 这个肉松 这个好像台湾的那个 这个什么鱿鱼 那个还蛮像的哦 今天是星期六的中午12点 来这边看看有卖些什么东西 除此之外啊 这边还有经典 这个超方便的 今天就带大家大概逛一下MBK 其实MBK是蛮大的 大家想要逛仔细的话 要自己来 要花大概半天的时间 然后这边有卖一些吊饰啊 法式项链这里 这一台卖行李箱 20寸的行李箱 走这边的话是孙逼 对面的话是韩国跟日本的餐厅 疫情前这边都是空的 有卖酒然后饮料啊 还有一些日式的食物这样在这边 楼下是一楼 一楼也会不时的有这个特卖活动 真的好多人哦 其实泰国的商场啊 他们的特交活动 一般都是碰运气的啊 因为每一次的这个特惠活动都不太一样 可能这个礼拜是卖这个品牌的 然后下次是卖那个品牌的 每次都不太一样 这里是药妆品牌的店 这一家是礼法店 刚刚那一家礼法店啊 剪头发是1500泰铢 是韩国的风格 现在我们到三楼去吧 三楼 三楼这边是孙氏 孙氏就有卖假发 然后美妆用品跟服饰 前面孙氏的地方就是卖很多的服饰鞋子 跟泰国的一些特色的衣服 这边有卖这个丝巾 这还蛮软的哦 就有一点那种日式的风格 因为你这边不拆的就不拆 不拆的哦 我就咬一拆了 这里有卖鞋子 哇 哇他们的这个项链蛮酷的 这边是男性的服饰 他们有卖西装 特色的伴手里 就小包包啊 这个小零钱包 还有后背包跟行李箱 像这种衣服啊 我觉得还蛮透气的 我还蛮喜欢的这种 这边还有这个大象裤 还蛮好看的大象裤 然后还有这个 泰国饮料品牌 还有7-11的这个图案的T恤 那现在我们逛到C区 这边有卖这个手环 手链戒指 这边几乎都是卖服饰啊 百货跟一些装饰这样子 这一家店是拍照的店 你可以穿他们的泰式传统服饰 然后拍照 现在我们去逛4楼 4楼的话就是通讯的配件 像手机啊 手机壳 然后荧幕保护贴 这边都有卖 还蛮多的 这一家是Banena 它就有卖很多品牌的手机 他们也有卖音响 还有电脑 然后对面就是有很多的 手机品牌的这种小店 因为我每次走到这边来啊 我都不敢靠他们太近 因为我觉得很有压力 因为我有时候就不想买 但是就会被他们 就是招过去这样子 现在逛到的是4楼的B区 但是这边的商品 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啦 你可以选你喜欢的电话号码 这边超多的 现在我们去5楼吧 5楼的话有邮局 然后卖一些办公桌 那一家是什么 去看看 是卖手机相关的东西 像是插头啊 还有USB啊 这边都有卖 还有滑鼠 这边是书店 我发现泰国的书局 没有像台湾那样的普遍 就是我的话 我的经验是必须要到特定的地方 像是百货公司啊 或者是商场 才会有专门的书局这样 就跟台湾不太一样 这家卖神奇宝贝的卡 这家卖神奇宝贝的卡 这个是海贼王的卡 现在我逛到的地方是5楼 5楼有很多的补习班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日用百货 就没什么了 就主要是补习班比较多 然后这边是一家Moshi Moshi 卖很多小东西的店 那我们到6楼去吧 这里是6楼的A区 这边有卖药妆的品牌 买二送一 一个是四属泰铢 这边都有 这一区的话是美食街 美食街的话就先兑换那个厨子卡 看你想吃哪一间 然后就用那个卡来付款这样 这家是卖冰品的 然后有各式的料可以加 这边 这个我真的没吃过 这红色绿色这个 然后这家是卖面的 这一家有卖炒菜的 然后猪脚饭 猪脚饭是65泰铢 烧鸭饭75泰铢 看起来好好吃哦 它下面还有做这个 6楼A区除了美食街 在靠近手扶梯的位置 介绍大家这家Mina的卤肉产品哦 今天来MDK商场 除了带大家逛之外 也跟大家来开箱 这边的卤肉 这个是卤肉棒 它们有麻辣口味 然后有原味 这个是麻辣的原味 还有 蜜蜜 还有柠檬 还有柠檬的卤肉丝 这个卤肉丝啊 一开始你在嘴巴里面咬的时候啊 它会有一点硬 但是你越嚼它会越香 然后它那个卤肉啊 会在你嘴巴就慢慢嚼 到后面它的卤肉会融化在你嘴巴里面 真的非常棒耶 然后它这个卤肉啊 这种的 在泰国他们会在吃那个猪肉的那个烤肉 那个叫什么 吃某个他的时候 把那个肉片嘛 把这个撒在上面 很好吃 我吃过这个方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跟我一样用这个方式吃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他们在这边烤 你可以买回去自己烤 它的味道 这个是原味的 它带一点咸咸香香的味道 真的是很浓郁 它两个牛 它两个牛 老板说还可以跟糯米一起吃耶 烟熏乳酪是13公升牛奶 制作成1公斤乳酪 乳酪丝是原料再加工相当于16公升的牛奶 制作成1公斤乳酪 浓度更高 涵盖更丰富 有利于骨骼成长 做伴手里也适合哦 单品有阿拉认证 穆斯林 淡乃素的朋友也可食用哦 大家来MBK商场 千万不要错过 一包是110泰铢 三包是300泰铢 今天跟大家介绍 这个乳酪丝 每个人吃都在乳酪 它有卖小包是52公克 大包是80公克 好 现在有客人来买的 它是牛奶88% 好的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啰 今天很开心来review 在MBK的店 然后他们的配料成分是我满喜欢的 因为东西都比较单纯也是我很喜欢吃的 那喜欢这支影片不要忘记按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买卖太生活 记得订阅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再见 欢迎留言跟我家家天